直击薛卡丽带五岁女宴伤 苹果千万之计薛卡丽带着五岁女儿妮妮 跑到仁安医院挂急诊 没听错的就是带妮妮来验伤的 是说妮妮看起来挺活泼 跟薛卡丽的经验玩得很开心 担子咽一根 小腿上肢是OK吗 还带妮妮到那颗诊间 撩起衣服看似在检查什么 是妹妹有什么事吗 怎么会来几审 谢谢 谢谢 而且是在验伤的吗 对 阿死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你真的好好奇啊 好几次我的女儿告诉我说 妈咪 我不想回到把门那边 话说自从8月28号 薛卡丽与小三连妹开记者会 哄前不言贯德 至于小孩子 目前阿姨错关公事件 是我女儿也亲手告诉我的妈妈 我亲眼看到 我的女儿现在每个礼拜 都固定要看行李诗询时 她不断地捉坟墓 来找她自己 她之后连环出招 可能也许 大家还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小事的这个事情吧 而男主角颜冠德 那我们只好请神红广大的狗仔队来处理 终于在5号下午收到悬影八天的炎灌的 牢牢地牵着女儿出现 女儿也抓着爸爸的衣服 看来不太像薛卡丽所形容的 不想回把门那边 父女俩搭小黄回家 快上前问问 到底有没有要让凯莉派小朋友 小朋友这样不要 小朋友本来下午就想就下课了 对我今天回来了 刚好 就这么刚好 当天是宁宁幼稚园的家长会 晚上换薛卡丽的幼稚园 当然是扛手而归啦 她行单硬直到计程车回永和 隔天再现身 竟然是带女儿跑医院验伤 来比对前一天 你和盐贯的回家时 哎 脚上也可看见乌鲜 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为是昨天 昨天接到的 发现小朋友的双脚 就是那个脚预伤 他会小朋友 小朋友说是用 爸爸用拳头打的 因为我们可以带他去验伤 小朋友说他没有做什么事情 被爸爸打了 他可能会去申请家暴什么之类的吧 没有这回事 请他任何证据拿到法院上来讲 不要再说这种谎言 我在那去立法乐园 我来到教掌 然后他又到学校 撞撞点击这回呀 绝对没有人 做任何的一个工作 他要去演唱 他真的是太夸张 他都也连续剧麻 请他不要再拿小孩子 来帮助筹码 下次最无福的 听过了Online 可说更话不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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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